好了,接著到這一套 其實在這套作品未完之前,我經常都提到它的名字 其實不用完的,我知道這套都應該可以想完的 之前說過,你要看這套作品 你有三個前設 第一個前設,你接受這個護士世界裏面 所有的軍事家都是一個白癡 這個世界是沒有孫子兵法 沒有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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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奇緩遁甲 第二件事 你要知道就是 這個世界覺得 這套作品是很大 你不要理會 第三件事 你要認同一件事就是 主角是很厲害 很厲害 你要接受這三件事 你這套作品才能看下去 我不接受 不好意思 我看多辛苦 告訴你 好,我們接下來說的是 謙遲和馬的作品 Healthy Object 重裝武器 之前說過 在這個故事裏面的 戰爭 是因為就是Object而顛覆了這個世界的戰爭 當然 我也是說 如果說這件事 我們是有期待 Object 究竟有多厲害 但在24集的動畫裏面 告訴我 Object 它不是一件完成品的武器 它是一件充滿弱點的武器 所以 他為了要被男主角吃經驗破壞 他每一集都可以送一些弱點出來 讓你攻陷 我只是這樣說 你前提前設條件 就是前提前設條件 我接受 Object 是一件完美的兵器 它完美到的程度就是 核彈都打不爛 現在射後面的背包會爛 老實說 你是很難解釋 應該這樣說 它沒有去釐定裡面的武器的威力 究竟是核彈的多少倍 他很笑 他說那些主砲寫了Object Object比核彈更厲害 而我們在那個畫面裡面 我不見得 他們破壞之後的畫面 比核彈更厲害 所以就說 你在形象外觀 在那個破壞層面上 讓我看到的就是 他沒有給我們 現在軍事認知裡面 最強的核彈 強 這個概念 給我們多出來 OK 這件事其實 要說的 你可能會說到 蒼蘭鋼鐵那些 所謂不知道那些什麼 不對 你插隊真的厲害 你什麼彈回去 他沒事 他一丟射完你 因為他用了一個超科的設定 他那些所謂叫做 辣米那些 什麼 可以防止人 對 那你沒問題 所以 這裡他正正缺了一個這樣的解釋給我們 究竟 Object是用了什麼超科技 他跟你說 核彈打不難 但你見到 背包的位置 他會爆 蛤 這樣嗎 那不如核彈射到位置 可以嗎 核彈射到位置 他一定可以 你說不通 對 對 我們接受了這個設定之後 OK 我不會再用核彈去判斷你 但是叫做什麼 你用一些就是化學 應該說 一些化學作用 或者是一些叫做什麼 力學 去攻破一件 所謂的完美兵器 如果你可以用這麼簡單的東西 當然我剛才講的 就變成就是 你要接受第一個前設 這個世界裏面 所有的軍事家 都不懂戰略 這個世界裏面 所有的物理學家 所有的戰術家 全部都不懂物理 他們只知道 就說 這個物理很厲害 不要打了 有物理 我們就投降了 OK 你說在故事裏面 新灣講完之後 第二個就是打海戰 海戰裏面 是三合一 三個物理 合起來 變成一部物理 他最重要是說 這部物理不用回維修 他上面有維修人員 做完的 什麼事 那你外部裝甲 說到你哪裏要維修 大哥 你找到船戶嗎 哈瑋格里 這一部份其實就是 他整個故事裏面 很多時候都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 寫作品裏面 他給了一個前設自己 然後他就降低自己的前設 就是 Object 只是有一個人在這裏 就已經可以了 不需要補給 就可以打了全世界 但很明顯就是 我看裏面 整個24集裏面 每一場戰役 有那場戰役 是不需要維修的 不是 他找到打面 他說 公主這部object 是第一世代 它全會泛用 所以某些地方是不能用的 如果是這樣 那object的話 要引他那些不能用的地方 打他就贏了 是不是 有一點厲害 我不說 不好意思 老實說 你要靠別人的話 當然我知道 這又是錢 又是那個前置問題 我們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我不可以打 潛入戰 間諜戰 或者做臥底 那我就可以搞定 射手 派一個技術人員 去潛入對方的國家 然後成為國家的維修員 然後就在那個object裡面搞事 那我就可以搞定 那些object 不要想這些 在這個世界裡面 這些戰術太高了 沒有人會想到 對 我沒有射手 真的 我說第二場戰役裡面 海戰的東西就是什麼呢 它的移動 應該說 它的移動方式 就是因為它要太重了 它就要靠這個推進器 去維持它在海上面的行動 只要破壞這個下面就可以了 神經病 就是全世界都不發現 只是主角發現而已 那一派潛水倒他就行 或者你直接潛水 他就贏了 是不是 又是完全錯了 整個故事裡面 其實它一直都是 尤其是那個故事裡面 其實它有一個所謂 叫做世界舞台 那個世界舞台其實是不重要的 因為看每一個故事 都是一個獨立的戰場故事 其實是獨立的一個任務 你可以完全不理 它可能是一個好處 你可以完全不理 世界環境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跟著就是 獨立就是什麼呢 如果你好像你要做女兒這樣 每一集 有一部很不同 很不同特色的物件出來 怪嘛 出來出Quest 出Quest 對 老實說我覺得 然後運用主角的所謂的智慧 就是我們人類想到出來的智慧 去打敗那部物件 就會覺得它很厲害 老實說都是一種歪歪來的 我都覺得如果是這樣我都算你 但是它裡面也是 它是放了很多 所謂叫做政治的戲碼 在裡面 就說這樣不能做 我軍事裡面 因為王國裡面 不讓它做什麼 一些政治交易 這些元素裡面 去滲入了這套作品 但是呢 主角是每次都說什麼 我說知你啊 我現在 總之什麼 你不讓我做 我是從軍的 但是我不聽指令 不是啊 最好事就是 它說了很多國家 很多勢力 但是這些東西 下一集會完全解決 沒有這件事的 不是去到解決 只不過是什麼呢 它每一次 其實整套東西裡面 它每一個章節的故事 的走向就是 那第一個故事開始就是 兩位主角 Piria和Furu 他們兩個 被上司虐待 然後就派起一個很危險的任務 而你是不明白 你整個軍團那麼多人 總是要派他們兩個去的 不是 派人的 那些人死了 然後就只有他們兩個 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 從來就是什麼呢 那個任務 那些任務派出去的時候 他們兩個 永遠都是他們 只有他們兩個人去 獨立行動 獨立行動之後 然後就會發生一些事件 就是 看到那些 object 然後他們每次都是說 哇 走近那些 object 看到那些 object 就刪到我 但是他們每次都沒事 你不明白了 那些 object 是因為 不會對人的 打不到人的 他說打到的 他說 我看那麼多集 沒有打過 那些人可以自出自入 走來走去的 沒有東西的 地下的人 沒有問題的 很安全實 嚇你的就是 問題在於 你這件 object 叫做什麼 我是相信你的前設 我是不批評你的前設 然後你把所有的前設 從第一集開始 到第24集 把你的所有前設 全部粉碎 是粉碎得很完整的 到最後告訴你 是什麼 object 是一件垃圾 你們全部都是垃圾 全部都是沒用的 由object的建構 object的武器 object的武器 是能夠被攻破的 就是他們攻破的方法 就是打破它 就是說 object沒有偷衛之後 沒有戰鬥力 object的移動限制 是來自於他的世代 但是 無論他世代多高也好 基本上 在海陸方面 都是要換裝備 和不會飛的 第三點 object 是由這個 容易去控制的 這個 所謂的精英 其實也不是很正硬 這班人 其實就 OK 這班精英 他們是需要很高的操弄能力 但是 他們的操弄能力 其實也不是很高的 我不覺得 握著機器 開砲 開砲 就好適合 他們是握著 握著機器 不斷開砲 不斷開砲 他們永遠都射中 當然你說 因為兩個同性質的 object 在打 誰射中對方 誰就會贏 而 我剛才講了 打臉的問題 其實 是不是一定要把這支炮放在object上 其實不是 你隨便找一支object的炮 就寫了 其實是甚麼 對我來說 為甚麼object會很厲害 就是因為object是完美的 就是移動力 連著這支炮 而這支炮的出力 就是由object提供出來 等於核用龍 核用龍為甚麼高達這麼厲害 不是因為高達支炮厲害 而是因為高達本身 令到高達支炮厲害 而這支炮厲害 它變成再打一個 不是object厲害 而是object之炮厲害 而object之炮厲害 而是object之炮厲害 是不需要一定在object裡 他在後面的object 爐拆出來 放在這裡 攻擊這支炮 然後整座山都是炮 射過去 所以不是object厲害 而是那個爐厲害 那沒用的 我後面都說 要用object 你拆開它 獨立 每一部坦克裝上去 他就不會玩贏 是不是 寫了那隻 而他講到就是 全方位360度 不能被攻破的 不能接近的人生 但是在故事裏面 起碼有三次 主角是能夠爬上去 然後還可以進駕駛艙 最重要就是 他可以打開駕駛艙到門 停手 舉起雙手 這方面高達也做不到 其實 高達也做到的 駕駛不動的時候 不是 最好笑的是 對比那一集 他說 其實這個object 才怕後面的位置 這個箱 其實你才射到它會爆 哇 好天真 好厲害 另一個單元 就是 那些耳機控制裏面 就是 一部機有危險的時候 就會使用 射走 確保耳機的安全 叫做什麼 保存元件 就會自爆 其實很簡單 公佈它有多難 中國炸彈在裡面 一包 最好易進去 花園 好易進去 駕駛艙 然後 OK object 很厲害 當然 你說 最後這個打鍊 我是容許它的 因為是 後期發展的技術 是可以 發射一些特殊的電波 影響裡面的駕駛者 令到它做出一些 跟它平常不同的行為 不是啊 它很好笑 它第一集開始說 公主的部機是舊型機 它沒有新型機打 OK 我明白 它第一集說 公主的部機是舊型機 舊型的舊型機 你們要不要升它 升它 你上一集抓了別人的 新型機回來 你讓它升級 麻煩你們 不要這樣看它 正正就是 整個object 在24集裡面 它每一吋的機庫 都是被騙到體無緣複 對 它實在被人打爛了 你會不會有心機 有多難 你不要說這件事 我是說 什麼叫object object究竟有多厲害 它最後沒錯 我覺得 它點題是對的 人類 就是 人類是 開始就是什麼呢 人類是可以對抗object 沒錯 你們終於發現了這件事 你們花了三十幾四十年時間 你們終於發現了 就是 你們其實 第一部object出現的時候 其實你們不應該投降 OK 這個是 所謂object的設定裡面 怎樣去打臉 去到就是 整個軍事舞台的架構 先不要說 因為主角裡面 他們所謂英雄行為 他們那些 是完全無視軍紀 而無視軍紀得來 還要是什麼 每次都是說 我搞定了一個object 圍了這個軍法 打和 沒事發生 你不用升我官 我不要 要為心我婆 私自逃出軍隊 把情報奢落出去 回去 沒事的 你們發財 吸回來我們的做事 多和平 這個軍隊真是 沒有法紀 沒有法例 沒有法治 很黑暗 然後當中裡面 還不得不提的 破壞水壩那一節 對上司 王國裡面的另一隊部隊 然後兩個主角 全部都是Metal Gear 他們一直是說 一個是學生 一個是雷達分析官 學生那個就是 想成為一個object的設計師 一個雷達分析官 和一個object的設計師 然後可以和一隊 海洛空特種部隊 戰鬥 還要是單拖 沒事成功 Mission complete 哇 石叔 你不可以請他過去做 而套作品裡面 謙遲和馬 其實我覺得它是 秉承著一個概念 去使用這套作品 有什麼問題 靠C4 和馬真的有一個C4 我真的不覺得 在這套作品裡面 有什麼是炸彈解決不了的 我看到也沒有炸彈 很厲害的 但是核彈炸不爛 C4 那當然他那個不是 C4 總之是 橡膠炸彈 你可以說是 另外的 也會說到 這些所謂的英雄行為的事情 去到英雄的極致 就是什麼呢 就是最後的一集 Hiria和Hurich 他們兩個 Hurich 身受痛傷 被Odja射到 我們終於說 Odja射中了 在最後一集 我那一刻 簡直是想開槓品慶祝的 但是 我很肯定 他不是人 一個人身受重傷 腹部中彈 腳部中彈 然後 經過了幾個小時的手術之後 他在 N小時之內 騷醒 起得翻身 這個叫做什麼 你又要接受一個設定 那裏的醫療其實是很高 高到不行 所有人是不驚訝的 你醒了 你也放心 可以爬出去 很厲害 你知道 謙遲學馬 他寫開禁書幕 大家都知道 青蛙醫生的醫術是有多高 那他是不是導入了這個 Healthy Object的世界 那是女僕醫術 誰知道 另外 這個就是所謂的 很離地的英雄的問題 再要說 他裏面 這些也是謙傳王物一貫寫在的 就是什麼呢 寫科學沒有科學味 寫魔法沒有魔法味 寫戰爭 寫軍事寫軍人 沒有味道 戰爭裏面 剛才我們說過 武士軍紀 武士法紀 這些東西 一向都做開 他們就 跟著 跟敵方交涉 雕合作 沒有問題 然後 鋁通外敵 拖是軍法 斬首 而最有趣的 就是 所謂的僱傭兵 僱傭兵 偷了一些鑽石出來 那些僱傭兵 其實是可以什麼呢 收了鑽石之後 殺了你 沒錯 大家都想到 這件事 更好做 我要收後半期 我收後半期 我要花費 我要打 物件 我們全世界接受到的 就是 物件很危險 物件是不能被人類攻破的 客觀 這批鑽石 不夠了不起我們 不是 客觀的影片就是 我收了這批鑽石 殺了你 是否容易 打死物件 我都說 沒有腦 重要的是 你這班是軍人 這班就是所謂的僱傭兵 所以我先接受你的前置 老實說 你跟我說你為錢 為錢的話 說的是什麼 CP 不是為錢 我出來做任務 打惡症也瘋了 會死的 是不是 都是說不同的 我發覺是 所以你整套東西裡面 就是 它是將什麼 第一集裡面 我都說 三分 五分鐘的故事的前設 它用了 二十三集 零二十五分鐘 去將那五分鐘的情節 全部打爛了 真是重裝武器 你幾重裝 我都會覺得 自己帶自己的設定有什麼問題 我要破壞自己的設定 多厲害 多豪氣 等同意的是什麼 寫一個作文 我的志願 我給你四個字 你就要作耳川字給我 同意的是什麼 我用了五分鐘做前設 標題 object是無敵的 然後一集被人打扁 請用二十三集 零二十五分鐘 去攻破 object是無敵的這個假設 整套東西根本就是這樣說 整套東西裡面 你覺得object很厲害嗎 object一點都不厲害 object多麼壓倒性 其實你最重要的是 表達這件事 但是這套東西裡面 整個球那樣的東西 鐵球 有什麼那麼厲害呢 你是不知道 除了說 他移動得很快 他的火力很厲害 潮流快 你喜歡跑出去 火力很厲害 我知道化學裝上的時候 要塞道比你還厲害 是同等的威力 那為什麼object會厲害呢 你又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不知道啊 他被人打洗牌說 快去維修了 不能打了 那麼兒戲呢 那麼無聊 當然你說 另一個叫做沉悶的位置 就是 他每一個故事的單元 的結構都是一模一樣 就是說 一個長官或者小隊裡面的女角 service 虐待兩個男主角 object來襲 給任務 解決事件 再結束主角 去下一個故事 又是這樣的情節 不是啊 你禁書目錄也是這樣的 每一集 很不幸啊 很不幸啊 然後又要摸一摸 一拳打過去 但是他比禁書目錄更嚴重 是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就是禁書目錄 你都看到 小小變化了 我不多給他 小小變化 你都會看到 但是這套東西裡面 你叫做重裝武器 當然我都不怪得何馬 魔法禁書目錄 那本禁書目錄也不是很重要 那如果去到這套的話 重裝武器 Helby Object 尤其不重要 合理 object很重要 他被男主角去打臉 打臉他 然後升功發財 落經驗證 從來都沒有升過官 從來都沒有發財 我這樣說這套東西裡面 我覺得純粹說 小賓單元來看的話 你忘記前設 你忘記了頭五分鐘 其實你會比較容易接受 大家試試想想 他沒有前五分鐘 object是無敵 影響了這個世界的軍事架構 純粹在一個架空世界裡面 這個架空世界裡面 就是一種object的兵器 然後打從出身就已經有了 其實你這樣看的話 你會更加接受這個故事 我會覺得不重要 我只不過是什麼 主角是很聰明 他想到很多人力能夠做到的條件 去攻破這個object 而這套東西 為什麼被我們辱馬的原因 就是因為 頭那五分鐘 他沒有頭那五分鐘 這套作品 不是一套很好的作品 但他不會是一套猜測的作品 他還不是說 這個世界 其實不一樣 那時候發展技術 跟我們不同 他們弄了object 無形彈、無形飛機 那這個世界沒有人知道 無形飛機 不錯 他就是這套作品 最大的敗筆就是 一開始強行 要我們接受了 這個前設 就是現實世界 被object 打破了這個軍事平衡 然後後面 就是被打破軍事平衡的東西 打破了object 那 這是雞仙和蛋仙的問題 這個是 不是 你設一個世界規模的問題 你劇情要做回同樣的設定 但你劇情不斷 否定了自己之前的設定 那我們看得很不舒服 我們不是心理分裂的 我們精神都正常的 我們不可以分開兩件事來看 其實我的都是 河馬裏面的最大的特徵就是 他遲遲一向是錯的 等同於是右手高的玩笑殺手 但大家都知道 就是第一冊裏面 應該是被Judy比殺死了 我也是說一句 河馬你下次寫作品 不要寫切切切算 對了 我們到這裏 我們到這裏 我們到下一部